很多人喜欢咬玉树 哎呀我是带直播间的天天味 有玉树吧有玉树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跟玉树长一毛一样吧 但是呢它带锦 这个呢叫黄金花月 也有人喊它叫新花月锦 好像还有个花油 那天很专业的一串名字 我都给忘了记不住 这玩意呢跟玉树一样 但是呢大家在买的时候稍微悠着点 你像这种通体金黄色 就是感觉就是自然的形态的这种 它属于一个正常的锦 不过现在呢 我看到市场上也有那种药紧了 就是很惨白的那种感觉 是用药低的好吧 不是说那种东西不能买 是能买 你喜欢看那个颜色你可以买 但是养护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种是自然的一个端台药宝 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活 你就像这样掰个叶子下来 放到土里边它就能生根 你看这个啊它就已经生根了 都上面都长出来两个小半半 哎对 好的话在养护大叔老是问到一些问题了 我发疑为什么叶子变绿了 你要吃着啊 其实这种粗紧 还是说那个叶绿素发育的不完整 知道吧 等到它长得老一点的时候 或者是缺光的时候呢 都会变绿 所以说呢 总体来说 大家要给一些光热 夏季高温的时候啊 您避免一下强光的一个直射就行了 因为大部分的一个多肉 可以说90%以上的 这种多肉呢 它都是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会落叶会休眠 就像我们北方的阳树柳树大槐树 它总好是反着来 它们热的时候呢 它会休眠 所以说大家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要把水肥的一个控制要把握好 尽量的放到树荫底下这种地方 早晚的太阳可以晒一晒 稍微凉快点地方 让它度度下 好吧 不要低于零度了 这个东西呢 极限温度应该是零下三度以上 因为这种都是厚厚的 它是厚月内的零下三度以上 尽量的维持在零度以上 宝贝 在我们山东地区 你就不要尝试 那种零下四季度 让它越冬了 盆栽非常不错 而且通品能长到很大 很大 很大 掰个叶子还能牵扯 非常不错 黄金花园 喜欢吗 喜欢来我们家买包 有了 宝贝 有话说用土 用土就比较粗糙了 就是沙子 还有这种配方型的泥碳 我们这个都是泥碳图样的 然后掺了一点松针 还有一些沙子 大家可以看到 就简单的 就跟多肉的养护方法一样 肥料的话也不怎么需要 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 奥律A2 童有群的肥料都可以用一点 总体来说比较简单 浇水稍微难捏一下 就多肉类的嘛 干了再浇 可以稍微摸一摸叶片 可以摸一摸土 干透了也记得浇个透水 好吧 我老话一 点玩最在一 记得来买 白了